好来看蔡英文拼政策 她提出不动产交易实价磕税的主张 认为针对投资性质的不动产交易所得 应该建立一个趋向实际交易价格磕税的制度 如此一来才可以有效地恶阻炒房的投机客 结果呢马政府现在也开始评估 是不是要采取不动产价格实价登陆了 设置车上路已经两个月了 像这样的精华地段房价还是居高不下 民间当主席蔡英文趁势推出新的大房政策 想锁定不动产交易税制改革 主张应该以不动产实际的交易价格来课税 才符合公平正义 来看看蔡英文提出的不动产实价课税政策 以2010年地保法拍物为例 以动员本花2.5亿元购入 后来2.7亿元卖出 屋主获利2000万 但以现行法规来计算 若土地公告限制与房屋平定限制都不变 屋主获利这2000万税金一毛都不用缴 因此蔡英文认为该推动不动产实价课税 只要交易买卖有获利就得课税 最主要的就是锁定想在短期内买进卖出 钻漏洞炒房价的投机客 蔡英文率先抛出房产政策 马政府似乎也倍感压力 行政院副院长陈冲上星期举行跨部会议 讨论房地产相关政策和蔡英文较劲意味相当浓厚 行政部门表示 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众赞成 不动产交易 采取实际交易价格逐笔登录 就得马总统及行政院长吴敦义拍板定案 民众希望十价课税你同意吗 蔡英文设定8月份为政策月 将主打政策议题 2012双英战逐渐白热化 蔡英文李正道陈贝婷采访报道